苍阳家作实解释,第一最好不相见,如此便可不相恋,第二最好不相知,如此便可不相思,第三最好不相伴,如此便可不相欠,第四最好不相喜,如此便可不相依,第五最好不相爱,如此便可不相弃,第六最好不相对,如此便可不相会,第七最好不相悟,如此便可不相付, 第八最好不相识,如此便可不相识,第九最好不相依,如此便可不相威,第十最好不相遇,如此便可不相识,但曾相见便相知,相见何如不见识,安得与君相决绝,免叫生死作相思,藏阳家作那一时那一刻,我生起风马不畏起伏,只为守候你的到来。 那一刻,那一刻,闭幕在京殿项目中默然听见,你诵经中的真言,那一日,雷起马尼堆不为修德,只为投下心狐的石子。 那一夜,我听了一宿饭唱不为餐物,只为寻你的一丝气息。 那一月,我摇动所有的镜头不为超度,只为触摸你的指尖。 那一年,磕墙头浮浮在山路不为规见,只为贴着你的温暖。 那一时,转山转水转,波塔,啊,不为修来生,只为途中与你相见。 那一瞬,我飞生成仙,不为长生,只为用你平安喜乐。 我,问佛住进布达拉宫,我是雪域最大的王,流浪在拉萨街头,我是世界最美的晴郎。 我问佛,为何不给所有女子消花碧月的容颜? 佛月,那只是昙花一现,用来蒙闭世俗的眼。 没有什么没可以抵过一颗纯净人爱的心,我把它赐给每一个女子,可有人让她摸上了灰。 我问佛,之间为何有那么多遗憾? 佛月,这是一个婆娑世界,婆娑极遗憾。 没有遗憾,给你再多幸福,也不会体会快乐。 我问佛,如何让心不再感到孤单? 佛月,每一颗心上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,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。 只因与能使她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,不是疏忽错过,就是以持续拥有她的资格。 我问佛,如果遇到了可以爱的人,却又怕不能把握怎么办? 佛月,留人间多少爱,迎福是千众变,可有情人,做快乐事,别问世杰事缘。 我问佛,如何才能如你般睿智? 佛月,佛是过来人,人是未来佛,我也曾如你般天真。 我问佛,为什么总是在我悲伤的时候下雪? 佛说,冬天就要过去,留点记忆。 我问佛,为什么每次下雪都是我不在意的夜晚? 佛说,不经意的时候人们总会错过很多真相的美丽。 我问佛,那过几天还下不下雪? 佛说,不要只盯着这个季节,错过了京东,明年才懂得珍惜。 情歌在那众人之中,末路无两真情。 你若心中有意,请用美眼传递,表达爱情欢乐的如,杜珍来自门地,带来春的气息,我和情人相会,身心无限欢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